畫面 真是 一場先看 原來第一集 第三集 和最新第四集的吉祥物 都是出自香港人手筆的 為何沒有第二集 因為第一集那隻太帥 所以第二集又融了 開始第一隻我們做這個 就是我們的元祖年代 G1的Operman 我們當時想的概念 都是它可以變形的 所以整個骨架 你看到有很多機關的 無論是骨架都可以 把它變成一輛骨架車 第二隻我們在Movie 3 去做的時候 我們會重現整隻 在電影裏面的 整個的元祖風茅 我們最新的產品 就是我們Movie 4 全新造型的Operman 你看到整個造型 都會跟回這次電影裏面的造型 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燈發光 材料都是用DVA加一些皮 去包製製造而成 所以雖然你看到外形非常硬朗 但其實是很輕便的 相對來說 Made in Hong Kong 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驕傲 光看又不夠指引了 那先試玩玩具 我們還請了會長一起試玩 一開始 他就發現到最新一集變形金剛 竟然有兩隻Operman 對粉絲來說 尤其我這些有些年資的粉絲來說 這隻是很吸引的 因為這隻它變車的形態 是大家最熟悉 最舊款的貨櫃車拖口 剛才我也約了玩一次 這隻其實它的變形 都做得很出色 這隻我覺得比較傾向吸引 一些小型的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最喜歡 然後沒事 插劍插盾 打呀打呀打呀 這隻也是有另一個賣點 在玩具裏面 還發現到恐龍派 將會首度登場 恐龍派就有 今次見到 鋼鎖 敲叫 飛撲 這位新朋友 如果你要refer回去 舊卡通片 以前就應該是未有這個角色 舊款就是一些 機械化很接近原本那種恐龍的樣子 但現在新時代新設計又不同了 看上去這幾款 其實我見實物 就比起我在網上看相片 感覺好很多 漂亮很多 今個禮拜五 會有變形金剛瀉滅世紀 深宵幻記手賣會 香港還是全亞洲區的手賣地方 兄弟們